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无福奇小刀兵新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48集 我们今天的话呢 把这个博派团结五人包的最后两个成员 Jazz还有飞猫腿一口气做完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目前的载具形态 他们都附带了武器 爵士的话 头顶这个武器 如果你不装的话 就是一个洞比较丑 那我们先把这个武器呢 也先给拿掉 那飞猫腿的话呢 他原本的基础模具呢 是没有附这把枪的 那这个玩具的话呢 是好朋友乌光企先生借给我的 他记得来说呢 一共有两把枪 我不太清楚这把枪是不是他的 因为我上网看了一下 好像应该是只有附这一把是不是 那这两个模具的话呢 都是先前有对应的地球崛起的一个载具了 那我们就也一样呢 四个都把它一字排开 那最明显的呢 就是这个车窗的透明部件 在当初的版本的话呢 都是使用了比较漂亮的透明件 这一次全部换成了涂装了啊 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 而就一个飞猫腿来讲的话呢 他胜过于基础模具的一个 就是他的鹅黄色的外表是比较统一的 那么由于后面的话 这个在先前的模具 这个黄色的话呢 稍微有点偏柠檬黄了 而这一次的版本呢 涂上了一个银灰色 这个对于车尾的颜色统一的话 就有了一个很高的提升了 当然了啊 多了武器也是他这个模具的一个优势 但是这个在载具情况下 你找不到合适的洞可以插 真的是有洞但是插的不合适 对吧 这个世界的真相可能也就是这样子了啊 而爵士的话呢 差别的话就更加的一个感觉明显吧 因为这个车窗的部分 他这个车窗部分 你看他占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啊 就车型来看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家伙 不过呢 这个白色的部分 你看一样出现了一个色差的一个情况 包括后面的这个挡风玻璃的这个透明部件 上面涂上的黄色 这个都是玩具久了之后产生的一个情况 那对我来讲 我没有那么样的在乎 甚至我觉得说玩具的黄化呢 就代表它是一个岁月的洗礼了啊 就像中年男人身上的苍苍的皱纹是一样的啊 对啊 我刚过47岁的生日了啊 我很高兴可以活到47啊 OK 变老好过死的早哦 各位同学 来我们来啊 演示一下这一款绝世的变形过程 先把这个车窗给打开 然后整个车顶盖呢 稍微挑起来一下 这个地方有个双动关节 先把它给挑开 然后呢 我的建议是先把手给翻出去 手给翻出去 把这个空间捅出来 这个地方啊 将这个引擎盖推下来 然后头部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呢 稍微把头要打正啊 打正才能够整个翻出去 翻出去之后啊 我的建议呢 是先把整个下半身 整个都转过来啊 因为我们需要这一块部件 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把这整个的部件往下放 那这一块突的话呢 要这个突呢 要跟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结合啊 这里啊 这个先把这里 整个上面这边 这里整个要推出去 这里的话呢 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角度这样子过来 看到没有 这里 把这个地方给卡进去啊 必须这样子做呢 才能够正确的一个变形 然后呢 再把手臂啊 给转过来 这个基本上最难变形的地方 就是胸口了啊 是有一个 稍微小小一个特定的角度 然后腰部再旋转180度啊 等于是中间这一段 转180度后 下面再给它转180度 把它回到它原来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这个腿的话呢 就直接的往下面 拉长就可以了 侧边这个部件 本来是这样子 把它推到这边就行了 脚底板给打开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从这个地方 整个腿呢 给往下面 拉下来 这块部件的话呢 就自然的把它给推下来了 到这边 那这个背包的部分的话呢 先把下面这个部分 不对 应该是后面这一段 推到里面 如果你喜欢这个 有翅膀的爵士的话呢 你就放这样子吧 如果你不喜欢 或者是说它原本这个 这个模具设定的一个变法的话呢 是把它给推到 这个身体的内侧去 那如此一来 我们这一款AutoBot Jazz 就完成了它从赛车 到机器人的一个 变形过程了 那么飞猫腿的变形的话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两侧这个手臂给打开 然后两侧的话 稍微搓动一下 这里这个双动关节 就可以把这个手部呢 给解脱出来了 然后把手臂往下翻折 拳头的话呢 从里面翻出来 然后整个上半身旋转180度 到这里 然后把头部呢 给推出来 这个地方要往这里 稍微推一下 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卡嘴 然后呢 把这个胸口 有就是这个车顶盖的部分 整个挑起来双动关节 上来到这边 做一个结合扣下去 手部的话呢 稍微翻转一下 到这里 那么下半身的话呢 是这里把它给打开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很明显是一个屁股 我们就把它给翻转到前方来 再来的话呢 从侧边 从侧边拉开 侧边拉开 然后再推回去 它的一个腿部伸长的话呢 是从侧边做一个结合 然后鞋尖跟脚后跟 把它给做一个分开 然后就从侧边推开来 再从侧边这里 把它给扣进去 那么呢 鞋尖 双动关节推上来 脚后跟 这里啊 有一片在这里 小小片在这里 推下来 它会稍微卡 卡住一下 OK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 飞毛腿 它从这个赛车 到机器人的一个 变形过程了啊 Jazz 还有飞毛腿的机器人形态 首先呢 这个套组的话呢 基本上模具都还是蛮紧实的啊 并没有一个松动的状况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爵士 这个模具本身 我还是算比较喜欢的 手臂平举 头部是个球官啊 这个胸口的造型是比较饱满啊 摇身可以转动 背后的小翅膀呢 看你的喜欢 也可以做个调整 最近因为还做了G2配色 所以这个模具 可能大家看得比较烦了啊 那我们的话呢 就先拿出之前的 这个基础模具做个对比 首先对 从正面来看的话呢 不是很容易区分 它们的不同啊 当然这个发黄的话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 大家都这样子 那么它的一个胸口薄派标志 先前的模具呢 是红 是红 有白边的 这一次的话呢 反而是没有 正面来看区别并不大啊 除了说这小腿边这样子外 其实不容易看 那最关键还是看后面了啊 主要就是抽窗的部分 透明部件就是先前的一个基础模具了 那以这个纯白的颜色来说 这款目前为止看上去还是挺白的 之后会不会黄化呢 这是一个问号 大家就可以自己 自己去衡量一下 但是我五个人感觉吧 这个套组的话呢 是真的是 完全是可以pass的啊 特别是路里看肥毛腿的话呢 先前的模具呢 脸部呢 还是一个银色的涂装 胸口也有漂亮的透明件 你可以看到这个透明件啊 就看上去呢 就完全不同的感觉 虽然说它的一个色差情况比较严重 但整体来说 我还是会比较推荐 如果你行有余力的话 还是去买原本的模具啊 这一次的这个五人套装啊 这个除非你真的是G1的一个铁粉 不然其实大哥不用去买这个套组了啊 那模具本身的话呢 都是官方现在比较代表性的 Deluxe Class啊 也不算太差 但是它真的是可以被取代的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